主耶稣 我们现在要谈到祢的事情 谈到祢以前所做的事情 难道你以前出来传道的时候 所做的事 我们巴不得以前你做过的事 今天应用在我们今天 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 也感受到你就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 因为你的仆人口中的言语 心中的意念 宝血的洁净 好能造就每一个每一位 坐在这里或是在线上 参加聚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 好 在这里上帝的国降临 那上帝的国是耶稣在世上 传福音的主题 他一开始传道就说 运气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这是他开始的第一句话 就见了宣告 那么耶稣在三年半的福音事奉当中 还注重传讲上帝的国 那我们在这里说 耶稣复活 生天 前四十天和门徒在一起 在蜀徒行传 也告诉我们 他们在谈论上帝国的事 所以开始传上帝的国 然后要离世 回天家的时候 还继续传讲论上帝的国 不但这样 那么耶稣的门徒 也继续来传讲上帝的国 那我们在看见 腓力传上帝的国 就在蜀徒行传第八章 那个地方 那么我们看到保罗 他又传上帝的国 甚至他整个蜀徒行传 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 保罗已经到罗马的地方 在那里接待许多的人 和他谈论 还是谈上帝的国 所以在这里我就想 到底上帝的国是什么 让我们有一点了解 那么上帝的国到底是什么 在主导文当中 我们都知道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然后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在这里 我就想到 上帝的国降临 就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主权 可以运行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 我今天的了解之后 然后我们讲 上帝一开始出来 上帝的国 直接交代 要传上帝的国 门徒也这样做 所以今天 我们是不是也要传上帝的国 只有两个人 是不是 我们就传上帝的国 那我们就是来了解意思 活在上帝的国里面 那么在这里我要 从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 是耶稣在这一个海边 传就上帝的国进了 然后就开始呼召门徒 然后接着他到 安息日就到会堂里面 又在那边讲道 那赶鬼 接着我们就看到 他就到家里去 去那边 那个家庭有需要医治他们 而且那个家庭 蒙安以后成为祝福的地方 所以我就想到 我要讲几点 分几点来讲 一个上帝的国 上帝的主权在教会 第二 上帝的国 上帝的主权在家中 第三 上帝的国 上帝的主权 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之一 第四 上帝的国 上帝的主权 在我们心中 所以我用分四点 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了解 那这样 我巴不得大家能更明白 上帝的国的意思 好 那我们就看到 上帝的国 上帝的主权 在教会里面 请你看 这个马可福音 第一章二十一节 他说 在那边教训人 他在那边教训人 而且是有权柄的教导 这个费众会感受不同 感受不同 我不晓得 你今天来聚会 你希望听 有权柄的教导吗 还是一个礼拜 已经很疲倦了 来教会 虽然听一些 比较轻松的 那这样的话 那谁的责任 你当然说牧师的责任 对对对 我应该负责任 还有每一个讲台 都负责任 可是我们有没有责任 你有什么责任 我就想到耶稣说 有杀种的出去杀种 有的杀在路旁的 有的杀在石头地上的 有的杀在荆棘里的 有的杀在豪土里的 请问种子一样不一样 结果一样不一样 怎么种子一样结果不一样 因为田地不一样 所以我不晓得 你今天的田地 新田 是石头地上的 还是路旁的 还是荆棘里的 还是豪土 阿们 你像隔壁说 我要做豪土 做豪土的事 就是说 我要把它吸进去 可能里面有石头 你说 哎呀 我这个旌旗太多 事情太多 不要紧 那个landscaping 那个山坡地 也可以把它变成体田 把石头拿开 就可以种 一样 那个石头地可以拿掉 可以种 还有荆棘也可以拿掉 所以这样的话 你假如预备 你的心就不同了 这个神的话这样说 亚摩斯这样说 我的百姓鸡 并不是因为没有水 鸽并不是因为没有饼 鸽不是因为没有水 那是因为不听神的话 好 那假如这样的话 每一个礼拜 你要来聚会前 你要为牧师 为讲台祷告 还有为自己祷告 Amen 假如你这样的话 你来到教会 你在这边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因为你的心已经好 已经是一个好的田地 所以容易就领受神的恩典 好 在这里 第二 神国在里面 他的教训正向有权柄的人 那我巴不得今天 因为借着大家的祷告 我们来这里听到有权柄的话语 还有他用权柄吩咐污鬼 污鬼也听从了他 污鬼在哪里 这里所记的污鬼在哪里 是在会堂里面 是在会堂里面 在会堂里面什么地方 是不是在墙角 不是 他是怎么样 是负在人的身上 我不晓得这个人已经 进进出出在会堂里面 不晓得多久了 不晓得多少时间了 但是今天因为有权柄的话语 使他震撼 使他受不了 使他在这边 我们看到神的话 你看这个马可福音 就看到他的话 这样说 在会堂里 有一个人被付给 他就说 哪杀了人耶稣 我们和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请问 这是污鬼 他这个人进来出去 进来出去 可是因为 耶稣有权柄的话语 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国灵在 使他就受到震撼 有没有污鬼 请问有没有污鬼 确实有污鬼 我也 奉主的名 也处理过几多邪灵的事情 在全能医治里面要处理 但是有一个很特别 有一次 有一个人 被介绍 来到那边 他是学气功 那学到日神了 以后 就 我还可以 用这些很特别的 奇异的事情 可是最后 他受不了了 他发誓学识 都被他控制 所以就 去找教会 教会这样 感谢主 他在那边就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他就接受主 可是接受主 没有处理内在的事情 那些事情还在搅扰 那被介绍到我那边的时候 好 就说 我奉耶稣的圣明 我每一次这样宣告 他就马上躺在地上 我就说 眼睛看我 我奉主的圣明 呼呼你出去 竟然他头弯过来说 我不出去 我就说 我奉主的圣明 问你为什么不出去 他说 我比耶稣早进来 他以前就是这样 好 那当然这里 我在那边就是 有东西挟制 可是我就说 现在 对我来讲 邪灵 污鬼不可怕 可怕的是 内在的垃圾 什么东西 是污鬼 就挟制在那边 所以我就叫他说 要清除内在垃圾 清除内在的 神不喜悦的都要拿掉 神不喜悦都要拿掉 阿们 想问神不喜悦 一直在我心里 邪灵 污鬼就可能去 take care take control 然后在这里 好 然后感谢主 以后他回到家 一直思想 还有什么垃圾在里面 他想到 就是怨恨 不能饶恕 他不能饶恕 他的大哥 因为他大哥结婚以后 不理父母 那么父亲就叫他说 不要叫他大哥 叫他出生 所以他们都叫 这个大哥是出生 可是他回去检讨的时候 发现不行 我已经是主的儿女 我怎么能称呼 我哥哥是这样 他就开始和哥哥联络 以后还帮助哥哥 到美国来 还是怎么样 这些事情 父亲就说 你怎么这样做 他说 爸爸 我已经信主 我已经信主 我不能再这样的对待他 那么当他这样处理之后 他说 那个邪灵就离开了 因为没有地方住了 所以在这里 那好 那这次是有邪灵 但是我就来想 什么是污鬼 污鬼是哪一类的 有一个人 被污鬼附着 我注意看 污鬼认识不认识耶稣 你回答我 就和弟认识不认识 他和耶稣有没有关系 清楚 他认识不认识耶稣 他和耶稣有没有关系 好 我从这里来想 请问你认识耶稣没有 就回答我 你认识耶稣没有 有没有 里面有一些 和耶稣没有关系的东西在里面 有没有 那就是了 那假如不拿出去 早晚有一天 他会take control 所以有一首诗歌是 有何偶像融流在我心内 你上爱情 不肯将他打碎 虚子你是主保血赎回来 他是配得在你心中去所谓 Amen 所以我们有半分钟的时间 你想 主啊 这件事情 你不喜悦 奉主的事 拿掉 拿掉好不好 因为拿掉 他就没有办法 我认识耶稣 我里面要全部属耶稣 Amen 我们今日祷告 主 我求你帮助 我不要外面认识你 可是我内中藏着一些 你不喜欢的东西 耶稣的保血洗净我 主 当你的众儿女 愿意做清楚的工作的时候 里面清洁 圣洁 成为神居住的地方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奉主的名 Amen 所以在主的家 有这样的事情 那我就发现 这个教会 我们的教会 是不是上帝的国 上帝的国 可以在我们的教会吗 我回答 可以吗 我要找一个秘诀出来 蜀求新章十三章 一节到四节当中 他说在安提的教会 有五个先知同工 他们 侍奉主 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话 要拆钱巴拉巴 和扫罗去做 我要拆他们的工作 我发现 很美 当同工可以同心祷告 现在我发现 我们要实体的祷告 会要开始的 求主来帮助 我从进牧师知道说 我们教会 好像两位长老 是不是 他说 基睦斯汉长老 每个礼拜都有机会祷告 阿们 我发现 这就是蒙福之路 几个同工 同心祷告的时候 祷告到圣灵说话 他们在寻求主 主啊 教会前面怎么做 主啊怎么做 他们这样寻求的时候 圣灵说 太美了 我就巴不得 这个长老团 这个牧养团的祷告 大家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 圣灵说话 阿们 有圣灵说话 有圣灵指引 我们的教会 就看到神要祝福 阿们 所以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可以这样来宣告说 说什么 来一起念 来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我们的教会 如同行在天上 我就巴不得 这些长老和牧长 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慢慢地影响到全体 都是这样 可以这样宣告 愿你的国降临 在我们的教会 接着上帝的国 上帝的主权在家中 那我就发现 他们就是 我们看到圣经 他们一出会堂 就同着雅各 约翰进了西门 安德烈的家 水进到西门 安德烈的家 不但是雅各 不但是约翰 安德烈 西门 还有耶稣也进去了 哇 这个很美 有一个礼拜天的下午 我就接到 弟兄的一个弟兄 牧师 你能不能帮助我 我说可以啊 你现在在哪 你要怎么帮助 他说怎么样 你在哪里 我在墨 你现在怎么在墨 他说牧师 我们到回 回到家的时候 因为我驾车 太太先下车 她一进去 就把门都还锁 我就不能进去了 他说怎么这样 你们今天当招待 不是看到你们两个 都平安平安 平安平安 他说牧师 出去就没有平安了 礼拜堂让主 做主 出去已经是 不是不晓得是 谁做主了 哎呀 我就发现 我们这实际 在人之之间 弟兄姊妹之间 可以这样的问候 可是我们真正有平安吗 求主来帮助 这个叫 一出会堂 把耶稣留在礼拜堂 今天有一句话 一出会堂 把耶稣带回家 阿们 一起说来 一出会堂 把耶稣带回家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就求主来帮助 所以大家可能有人 驾车来的 驾车来的几手 好 谢谢 你们今天坐上车 第一句话 主耶稣一起回家 阿们 坐别人车的人 是谁 假如没有这样祷告 你说还没祷告 那这样互相提醒 把耶稣带回家 感谢主的恩典 那在这个家里面呢 在这个家里面 一出会堂 就进到家中 好 你真的要把耶稣带回家吗 耶稣带回家 你要让他在哪一间 主啊客厅比较宽 还有沙发 你就坐在那里 有时候我们觉得 耶稣 我希望你同在 但不要太近 太近有压力 哎呀 但是你有没有 我们在饭桌上说 吃饭的时候 有一个 你和我们一起同桌的 在这里就是 耶稣和我们在一起 不管我们在 娱乐的时间 电视的时间 都可以请耶稣说 有人常问我说 牧师 这个网站这么多 电视是什么可以看 什么不可以看 我说只要耶稣 能坐在旁边的 都可以一起看 Amen 这样就是让耶稣 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我就发现 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个家庭 西门的岳母热病 家家有本来练经 每一个家庭有不同的需要 这个家庭 西门 他们的长辈 在那边犯了热病 不晓得怎么样 哎 这里发现 就有人告诉耶稣 哇太美了 有人告诉耶稣 告诉耶稣说 病了 西门的岳母病了 在这里感谢主 是 在家里面 耶稣既然到家里面 你就告诉耶稣吧 告诉耶稣吧 把你的需要 就向他 向他说 这是何等需要 我们大家同心 告诉耶稣 我们的需要 哎 可是有些人觉得 哎呀 祷告太麻烦 耶稣都知道了 不必了 我这些事情 那我记得 有人说 大事才告诉耶稣 小事自己来 大事就只有那些 国家大事其他 都是自己做主 我们就发现 我就 我以前住在一个城市 那么城市 早期我们在台南 那个城市 台湾南部的 刚刚有汽车 可以坐到 更乡下的时候 要开拖一条路线 那么一个年轻的司机 就住在里面 就开进去了 那么希望 来试试试车 那出来的时候 看到一个老伯伯 挑担子 他就停下来说 阿婆 你到哪里去 我说到府 到府城 哎 我也到府城 你就上我的车 他说不必 我一个小时就走到 他说你上我的车 十分钟就到 一位年轻的亲切 最后把这个老伯伯 真的是请到车上了 这个他的大汽车 没有想到 开车的时候 我发现 后面变变变变 一看后进 哎呀 这个老伯伯没有坐下来 还挑着担子在中间的 那个路 手指是握在那一个椅子上 所以就是不能安定下来 他就停下来说 阿婆 你坐我的车 你就把这个担子放下来 你好好的坐 很快就到了 他说不好意思 好快到就好 不要增加你的重量 今天多少人已经坐在耶稣的车上 却不肯把担子放下来 请你向隔壁说把担子放下来 多多交给耶稣 阿们 那这样就出去 那耶稣进去 热就退了 耶稣进去 扶他起来热就退了 请耶稣到家里来 耶稣成为主人一样的 去做事情热就退了 我早期听到一个 Campus Couset 宣传道会 参加他们的牧师的一个 一个conference 我听到一个牧师讲话 很感动 他的见证 他说有一天 我跟孩子都睡觉的时候 他们夫妻之间在 Living room 不晓得怎么谈 谈到最后 一见不同 越来越尖锐 越来越尖锐 没有话讲说 睡觉吧 那就是去睡觉 他说灯洗掉的时候 非常的凄凉 神像这一位 传道人说 你今天怎么这样 他说都是他 我说现在我不问他 我问你 你看连祷告都没有 就睡觉了 他就这样 然后他就知道不对了 然后好久以后 他就转过来 向太太说 这是外国人 他们讲 Honey 我们不能一直这样 上帝不喜欢 我就讲这些 可是对方面都不动 他等来就像主说 主啊 他都不动 主也不动 他只好再挽过来说 Honey 今天我说话 说错了 伤了你 Would you forgive me Would you forgive me 他正挽过来 要像是 他又不动的时候 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 Honey 也不是都你的错 我也有错 你像旁边说 热就退了 有人告诉耶稣 热就退了 好 那我在这里 这个我们说 耶稣是我 亲爱的朋友 担当我最忤愁 何等权力 能将万事 带到主恩座前 求多少平安履历失去 多少痛苦白白 说坚硬未将 各样事情 带到主恩座前 求 所以各样事情 所以在家里面 有事情 家里一起祷告 一起有家庭的祭坛 来祷告 我觉得这一所事会也很好 用这样 单告示耶稣 单告示耶稣 请上面是不是可以按下去 圣灵 圣灵 你若并全心 临参本 没谈 当告诉耶稣 当告诉耶稣 你若满怀 被安息了 小三 但要告诉主耶稣 当告诉耶稣 当告诉耶稣 祂是伟大的良悠 我朋友兄弟能想住主耶稣 但要告诉主耶稣 你若亲不知今山西流泪 但告诉耶稣 当告诉耶稣 你若心中 隐藏出版的缺 但要告诉主耶稣 当告诉耶稣 但告诉耶稣 祂是伟大的良悠 我朋友兄弟能想住主耶稣 但要告诉主耶稣 好的 好 热就退了 当弟兄跟你告诉主耶稣 降福 姐妹愿意向主耶稣降福 热就退了 那我就 我很感动 我就把这个信息 在主日就讲出去了 没有想到 来一天晚 第二天早上 有一个姐妹打电话来说 牧师 你昨天在讲我 我昨天讲你什么 那个热就退了 就是 我在讲那个例子 我说发生什么事情 她说牧师是这样的 昨天我要到礼拜堂的时候 因为她先生还是木道友 那么 有时候和她跟着来 那么 登在化妆的时候 先生忙六天 礼拜天才有时间 就浇发水 那在浇水的时候 发现 那个水龙头断了 他进来就说 水龙头你是怎么弄到 都断掉 他真的化妆说 你不要乱扯 我连膜都没有 你不要 看到问题就说都是我 那就 那就这样 那先生也没有再讲话 我说问你而已 那是就这样 好 等他化中文又说 到礼拜堂去吧 他说不去 刚刚吵架还会去 不去 牧师昨天我坐在那边 就发现你是在讲我 所以我回去的时候 就要找他 道歉 没有想到找不到人 可是不久 他出现了 他说 没事了 我已经到Home Depot 买了东西 我已经把它装好了 没事没事 他说 我这样 谢谢你 对了 早上 我对你讲那些话 很 没有礼貌 真是对不起 对不起 他说慢点 你说什么 我说对不起 哎呦 你从来没有错过 错都是我 你哪里还会说对不起 你是听到什么道 你这个下个礼拜跟你去 要奉献就奉献 我只要家庭平安 感谢主 最后这个先生也来信主了 Amen 你像隔壁说 这样热才会推 哎 感谢主 他们蒙恩立刻起来参与服事 他们就赶快起来参与服事 是蒙恩的家庭 是不是你的家 愿意有接待弟兄 一起交通 一起做灵友 一起祷告 求主帮助 所以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个见证 我们就一起来宣告 来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我们的家中 如同行在天上 Amen 所以回去建立家庭祭坛 把耶稣带回家 接着上帝的国 上帝的主权 在旨意 在工作的地方 哎 我就发现 在这里看到的时候 在旨意中遇见主 因为耶稣在那边 呼召他们来跟随他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语一样 他们立刻舍了王 跟从了他 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去了 原来在路加福音第五章 还提到 在这当中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到海边 还用借着彼得西门的船 讲道 讲完以后 耶稣就向西班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士 下网打鱼 他说老师 这个时候不是打鱼的时间 其实呢 他心中就讲 耶稣啊 夫子啊 讲道你来 打鱼我来 打鱼是我 释迦的经验 没有想到 耶稣你这样讲 哎呀 好吧 我们就下网 没有想到下那一网 拉不起来 还要别的船来帮助 这时候西门就跪在 耶稣面前说 主啊 我是个罪人 他真的要耶稣离开吗 不是 乃是看到说 我刚才对你的认识 以为你只有在讲道 以为你是在 讲这些事情 原来你所讲上帝的国 也包括在工作的场所 我记得 在 在这个美南的地方 曾经有一个 连锁的药厂 叫做ACRO ACRO药厂 一千六七百个 CHANSTOR 有一天 这个ACRO 1983年信主了 哇 很热心 愿意为主而活 还说 耶稣 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所以进到 他的这一个药房 去看 药房不只是卖药 也要卖杂志 卖什么 卖玩具 他走到那个杂志栏 发现 那一些色情杂志 他受不了 他就主管开会 在月底以前 所有这些色情杂志 都下架 而且退 退货 不再定 这个副手说 老板 这样我们就 每个月损失 几百万 因为它是 一千六 六七百个 CHANSTOR 我们就损失了 一千千 我们就 没有办法赚到这些 老板说 我不赚 他说 你怎么不赚 他说 耶稣不喜欢 哇 感谢主 这成为一个 美好的见证 感谢主 那么在这里 我们移民的社会 许多人 都要找工作 早期 我教会也是这样 牧师为我祷告 为我祷告 我需要工作安静 不能整天在家 那么最方便的找 Motor 或是这些事情 这时候不要讲 多一点的语言的问题 有一天 他来告诉我 说牧师 我找到了 我找到什么 找到7-11 我们说7-11 我说很好 7-11 我就特别问他 你假如有这个7-11 这一个 这一个店的时候 你是老几 我就问老几 他说 我是老二 因为有CHANSTOR 有一个CHANSTOR的老板 我们要这样规定 我就遵从他 那以后我可以花费 其实我故意问的 我就说 那耶稣呢 他马上请你说 对不起 我是老三 请你向隔壁说 你永远不会做老大 因为你还有一位主 阿们 今天的话就不同了 假如我们今天的态度 在你的工作 明天 或者你有时在家里上班 或者明天你可以到 真正的office去的时候 你看看你的周遭 有什么神不喜欢的 就去做处理的工作 阿们 这样就不同了 所以耶稣 在我的宫台 我们一起念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我的旨意 工作的地方 如同行在天上 好 刚才一讲 我们就是 上帝的国 上帝的主 全在教会 上帝的国 上帝的主人 在家中 上帝的国 上帝的在工作场所 这样不同 最后一项 上帝的国 上帝的主权 在心中 那你说 那你讲到 只有这几个地方 其实我就说 上帝的国 上帝主在心中 我记得 耶稣说 你离上帝的国不远 有一个文士来 问耶稣 什么最大的诫命 耶稣说 爱神 极致爱人 说这样 那么他说 对对对 对这样 耶稣说 你离神的国不远 当你听到 你离神的国不远 好不好 好 但是 还在外面 还差一步 你上帝的部 你已经知道了 现在我不晓得 多少人已经知道了 可是就差一步 要进去 所以迎接耶稣 让主做主 我在这里 我不晓得当中 我们有目到的朋友 或是在线上的 其实怎么进去 这样的一位主 你可以接回家 你可以在你家里 在你的工作场所 也是在你在各地方 来与你同在 所以你就迎接他 让主做主 看了 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 就开门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常常这样说 假如你今天回去的时候 今天下午有人扣门 你看 就是早上我参加聚会的 那一个耶稣来扣门 你会怎么样 我想你会开门 你一开门 他就进去 所以假如我们当中 有目到有 你就打开你的心门 请耶稣进来 这个就开始了 是 耶稣不只是救主 乃是生命的主 在十九世纪 西方社会有一句 很出名的话 If Jesus is not your law of all He is not your law at all 意思比较 比较 就把它 解释得比较客气的 就是 假如耶稣不是你 全部的主 他还不真正 真正的主 哇 所以让我们就提醒 不只是救主 更是我生命的主 我巴不得 今天在这里 传这个信息 巴不得上帝的国 上帝的主权 会进到你的心中 阿们 好 那这样的话 让我们向主 为生落实 怎么样上帝的国 在我的身上 主怎么说 主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凡是你所不喜悦的 我就不想 不看 不听 不说 也不做 阿们 我是想这个 让大家有一个操练 把右手举起来 跟着我 来 主啊 凡是你所不喜悦的 我就不想 摸头 摸头 不看 摸眼睛 不听 不说 也不做 起来好 你就给隔壁看 我就知道你自己 好 大家都记起来了 而且假如你 孩子回去 就直接 就教他 你就这样的动作 才会记起来的 好 主啊 我没有任何坚持 你不能改变 有时候 我有我的脾气 我所有我的个性 我所有我的习惯 可是 旁边的人受不了 可是真理 也受不了的时候 只要 我没有坚持 你要我改就改 脾气改就改 方法改就改 求主帮助 还有另外 主啊 我立定志向 讨 你的喜悦 而且不但 讨 你的喜悦 也讨 spouse 的喜悦 配偶 的喜悦 Amen 这个在我 灵命塑造当中 也都到提起的事情 好 最后一项 主啊 我要十个 清除心中的 内在垃圾 刚刚我讲 那个邪力的事情 使黑暗的势力 在我身上 找不到破口 找不到挂钩 我常常发现 我是 黑暗的势力 在找破口的对象 所以要求主 格外的保守 真的是 不能有破口 因为破口 他就挂钩 你讲道就没有能力 你服侍就缺少了 那种那一个劲 来服侍主 所以我想这几点 可以放在心中 是不是上面的 不行吗 好 那我就唱给你们听 我就唱给你们听 主啊 你怎么说 我就这么做 我管你说不喜悦的 我就不想 不堪 不听 不说 也不做 也不做 主啊 我没有任何坚持 是你不能改变的 主啊 我离天只想 要得着你喜悦 主啊 我要去可清除 心中的内渣 那首 是黑暗的势力 在我身上 找不到破口 找不到挂钩 好 那我们就过去了 好 这样的话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我的心中 一起念来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我的心中 如同行在 这一场 阿们 阿们 好 那最后 我在这里 悔改 幸福音 降伏在上帝的主权下 你听了这个信息 其实这个信息 假如我们真人这样做 我们这个人 可以被圣人充满 因为你已经都让主做主了 你假如这样的 严肃的 这样把那些东西拿掉 真人耶稣 可以完全的掌权 悔改 心思意念的改变 带动生活的改变 你可以在这里有一个心智 我要悔改 那么带动你回去 你等一下的生活 就来改变 主啊 你喜欢吗 你不喜欢 我就不想 不看 不听 不说也不做 好 那接着 我们就看 今日让我们谦卑 悔改 享受在上帝的主权下 Amen 最后我用一个例子 来结束 我常常在鼓励祷告会 祷告会 那么这样我们教会 我开始要祷告会 很好 然后在有一个教会 祷告会当中呢 还有一个中年的 同工呢 哇 他都很热心 事业很忙 可是他一定参加祷告会 可是祷告 哇 主啊 感谢主 那最后一个祷告 他就说 主啊 我热心要爱你 可是我许多的猪猪网 把我网住 求你哪一只哨把 把那些猪猪网拿掉 我可以清醒更多的奉献 在你面前 哇 大家说Amen Amen 那个鼓励 年轻人祷告会 他就去参加祷告会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就朋友说 这个是不是第五次了 第五次说 你这老一猪猪 那么要哪一只哨把 把他挪掉 他说 对啦 人家是这样表达的 没有你的事情 他说 可是他一祷告说 求你 满哨把 把那只猪猪打死 奉耶稣的声明 Amen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站起来说 主啊 用那只哨把 把那只老猪猪 先打死 打死老猪猪 就不会有猪猪 Amen 哇 在这里 我就发现 真是需要求主帮助 有什么我们要变致死的 这样的话 让我一起来宣告 来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我们的教会 我的家庭 我工作的地方 我的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 Amen 我是要 带大家一个祷告 愿圣者充满 那么最后的 诗歌的童谣 可以准备 主耶稣 当我们信息 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 举目 向你说 除了你的仆人 已经尽所能地 传递这信息 现在需要的是 基督的主权 在我们的教会 基督的主权 尽在我们的家中 基督的主权 在我的工作场所 基督的主权 在我的心中 主啊 哪一个预备好的新田 你的国 你的主权 就渗透进去 主耶稣 求你的圣灵 充满 充满 这一群 你所宝贝 你所呼召 你的百姓 现在我们不但认知 而我们愿意 落实 主 求管理我心 求你圣灵充满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来充满我心 来充满我心 请在主来充满我心 在主的里面 我心的安心 主心里 爱充满我心 来充满我心 来充满我心 主充满我心 请在主来充满我心 在主的里面 我心的安心 请在主来充满我心 现在让这个带领近代的来代唱 我们进入祷告 用你的手摸着你的心 向主祷告 主啊来管理我的心 我今天降服在你下面 我们就自己祷告 自己也问主 来充满我心 在主的里面 我心的安心 今儿主 来充满我心 在主的里面 我心 我心 在主的爱充满我心 我爱充满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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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在我们的家中 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更在我们的心中 主耶稣 是的 愿主的国降临 主的旨意 行在教会 行在我们的家中 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在我们的心中 如同行在天上 阿们 主耶稣让我们 不只我们听得到了 我们也都能够醒得出来 让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直到见主面的那一日 我们谢谢主耶稣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弟兄姐妹